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聊聊日本呢 最新的新闻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 这个关于这个石垣圣太郎去世的一个事情 石垣圣太郎去世,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 都引起了相关的一些讨论呢 包含台湾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党媒那个喉舌 然后他也评论这个事情 说石垣圣太郎促进了什么日台关系的发展 等等等等如何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人物吧 然后他的去世呢,其实会引起一系列的解读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这些事情呢 很多的网友对于石垣圣太郎的去世啊 他的评论是啊,死的好,死的好 然后的话我们过年了 总算有那么一个好消息 其实也没必要这样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日本人 你可以简短的啊 看一看这个石垣圣太郎的医生 你就知道啊 这个人并不是像我们想那么简单的 而且这种人 这种人物对于我们来说也可以有一定的启发 包含对台湾也是如此 台湾人真的是可以看一看石垣圣太郎的医生啊 而不只是简单的啊 像民进党那样做的那样啊 石垣圣太郎 然后他促进了什么台日的关系啊 石垣圣太郎好棒棒好棒棒 其实这个事情啊 石垣圣太郎对于台湾来说也应该有所启发呀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啊 你可以看一看石垣圣太郎 他的这一些经历吧 归根结底 这是一个日本的右翼啊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了解 也都知道啊 石垣圣太郎写了很多的东西 也就是那些啊 最有名的那一系列啊 什么日本可以说不啊 日本坚决说不 日本我怎么着都得说不 昨天这石垣圣太郎写了很多关于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书 而且这个书名呢 其实对于啊算是亚洲地区也有所影响啊 咱们国内也出过什么中国可以说不啊 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一些书吧 但是呢 很多的朋友不要过简单的解读这样的一些人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于石垣圣太郎的解读呢 可能就会觉得啊 这个人啊 是一个反中的啊 这个人对于中国不是那么的友好 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想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亲美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因为啊 中国跟美国啊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中美竞争的一个关系 他反中 他必然就会带来亲美 很多的朋友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 也是挺简单的二元 二分法 然后二元论 二分法 永远喜欢这样去解读 他不是我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啊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然后的话 那我讨厌中国 所以说呢 我要跟美国交好 石垣圣太郎不是 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啊 石垣圣太郎 他写的一系列的什么日本可以说不 主要面对的对象也是美国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讲到这的时候会很好奇啊 这个石垣圣太郎到底是一个谁办的人 以前我跟大家聊过另外一个日本的政治人物 叫麻生太郎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作为麻生太郎还是石垣圣太郎 他们这些人作为日本的右翼 日本的右派 这样的一些人 然后的话 他归根结底是爱日本的 他是有点保守主义 有点就是啊 拿着日本当老大那那股子劲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啊 我要是日本更好 我不管别的啊 我跟美国说不 我跟中国辞科 然后他总而言之 我们大日本 他是最好的 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 他并不是说 我亲日我就要选择啊 亲中我就要选择反美 我亲美我就要去反中 他不是说 我作为你们游戏里面的棋子来存在的 他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做的我是主人 一切以我为主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是你看到了石渊慎太郎的这一点 你就能够想到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台湾 对不对 比如说啊 咱们看一看国民党 大家也都知道啊 国民党反共反对大陆 反对大陆啊 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中国国民党的名字 也要改成台湾国民党 这是在做什么 这就是我反对啊 我就要做成另外一样 那你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做事 国民党走到了今天 出问题 也是因此啊 民进党不是这样吗 你可以看一看民党老一代那些政治人物 哪一个啊 非得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跟中国一定点关系都没有 你见不着 包含蔡英文 自己都说过 我是中国人 我读中国书长大的 我就是中国人 蔡英文就是这样的一号人物啊 大家要了解 其实对于民进党的 也可以这样去解读 你可以选择亲美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亲美 但是的话 那以谁为主呢 为了美国啊 跟大陆这么死磕下去 对于你台湾有任何好处吗 你以谁为主 你是什么 对不对 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 其实很多东西啊 你就不会有疑惑呀 也不会出现什么所谓的中华民国派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聊那样啊 有很多的中华民国派 一说就是啊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那个时候我就建议 很多的网友 你去问问他 你是中国人 你为中国做了些什么呀 对不对 你做YouTube 你做up主 然后的话 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为中国付出了什么 我们看你做了什么 你在说你是什么 很多的事情 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 只有二元 二元论 只有二分法 不是好人 就是坏人 他可以有别的选择的 他的立场是什么 看清楚就完事了 为什么我一直以来 跟大家讲立场 讲观点 观点和立场是什么 就像十月圣太郎 他们这样 我的立场 十月圣太郎立场 那肯定就是啊 我是以大日本啊 为主的 什么美国 中国 你们在我眼里边 要么是敌人 要么是敌人 要么就是敌人 那都是我大日本的敌人 这就是这些人身上 带来的一个 带来的一些东西吧 很多的朋友 真的是可以借鉴一下 你看他们 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些 特别复杂的政治人物 也不是一些特别复杂的人 你看他们都能想到一些 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 而且还有一些恨国的一些 一些人吧 还有一些恨国党 大家嘴里面所称呼的一些恨国党 其实啊 他们对于啊 国内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会啊 上的东西啊 不满意 对于社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实 不满意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发现 他们实际上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有点反社会的一些人格 就是对于这个社会 哪都不满意 哪都不喜欢啊 哪都不乐意 然后呢 反正我就是不愿意看到 这个社会啊 正儿八经存在 这个社会啊 真正啊 推翻了 再来一遍 没准对于我们这些人才 还有好处呢 这是国内的恨国党 其实心里面有那么一点 反社会人格的一种体现呢 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这些人生活上不大如意啊 不仅 可能不简单是不如意啊 可能是生活上非常失败 他们借着这些东西来做 来来做自己的幻想吧 来做自己的幻境吧 中国哪一天啊 推翻了就完事了 可是呢 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很多的人对于中国社会啊 中国这个制度啊 中国不管是各方面啊 他都是一种歧视的一种心理 可以说他是反社会 但是的话 也有一点心理不正常的一种状态 就是说你怎么样做都不对 你知道吗 你怎么样都不对 然后你疫情处理的好了 你管的严了不对 你疫情如果不处理 你疫情如果爆发了 那你也不对 总而言之 你各种各样都不对 但是你看一看 石渊胜太郎好吗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的恨国党啊 因为知道这个石渊胜太郎 跟中国的关系如此的差 作为中国的敌人 很多很多的恨国党 都喜欢石渊胜太郎 这样的人 大日本他是最棒的 然后呢 大日本就应该 跟中国这么对着干 对不对 大日本多厉害呀 对吗 大日本最厉害 可是呢 你们这些人 真的是应该学习一下 石渊胜太郎 学习一下 看看人家是怎么要做事的 既反美也反中 对于美国不满意 对于中国也不满意 归根结底 是因为他希望日本好啊 那你们这些人 反来反去是为了谁好呢 对不对 你们这些人 到底是反来反去 是为了谁好呢 对不对 中国完了 中国烂了 日本最好 日本最棒 美国最好 美国最棒 这样你会获得什么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作为一个啊 中国人 然后的话 你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作为一个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情况底下 然后的话呢 中国不好了 那美国最棒 日本也棒 然后他这样的话 美国日本都好起来了 那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其实大家想到了没有啊 其实这些人 比如说啊 特别追捧什么十元慎太郎的这些恨过党 然后你说说他他比得了十元慎太郎这些人吗 他连比都比不良 你知道吗 他们这些人身上有那么一点就是自毁行人格的那么一种状态 总而言之啊 我要拉着大家一起去死 这种人精神上真的是需要大家的关注 希望大家的关照啊 然后的话能够送到给医生看一看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一个正常人 你不希望这个国家好吗 对不对 这个国家好了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才会更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你从十元慎太郎身上不就看到这一点吗 他反对谁反对谁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日本更好啊 这点希望大家能够借鉴 不是借鉴什么十元慎太郎反美反中这些事情 只是借鉴 借鉴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想法 没有多深 一丁点的不深 就套用很多的网友最喜欢说的 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你像十元这种可能也就在第二层里面 第二层这样的话就已经超越了很多的网友了 超越了很多的那些恨国党了 就这样的一号人物没有那么深的 你们又很喜欢的恨国党又很喜欢的一号人物 能不能去学习一下 人家是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好啊 人家不管是亲美反美亲中反中 他是有理由的 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有什么理由呢 自己好好想想好吗 看一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了解一下 不要只是两眼一抹黑 然后的话中国男的哪都不好 然后的话世界上其他地方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显得自己很蠢 有些恨国党你们知道吗 其实讲到这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聊聊关于十元圣太郎他们的一些想法 其实十元圣太郎这个人身上透露着明显的 算是某些日本人的那种特点吧 就老一辈日本人身上那种特点 就是希望日本啊成为老大 就这种想法 你说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其实对于日本来说的话 其实你尤其是像十元圣太郎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吧 他不是说典型的那种武夫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并不是说典型的那种武夫啊 这样昏蛮不讲理 然后的话就要日本好 我反美 我跟美国人说不 我觉得中国不靠谱 然后的话 我永远都是一套武夫的那种表现 他不是出了很多的书 证明这些人啊 他心里面他肚子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祸的 就是作为他们老一代的啊 像十元圣太郎他们这一代人 但是呢 他们这个想法就像我说啊 跟大家评论啊 没有那么的深入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希望日本好 但你对于日本的定位是什么呢 对不对 日本这个国家啊 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说的那样啊 就说日本这个国家的眼里不是个文明 这个世界律师啊 走到了近代史 就尤其是一战之后啊 日本这个国家的兴起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就像我说了 就是赌 你知道吗 他赌对了 他继续赌 他赌完了 他赌的时候呢 他不思考别的事情的 一战的时候啊 赌对了啊 赌赢了 然后的话赌上全国的国运啊 大日本的国运啊 全国全 全日本的啊 人民啊 都花钱去支持日本政府 跟啊 清朝打一仗啊 打了加武海战之后 加武战争之后 日本啊 赚的盆满钵满 那开始赌 赌完了之后呢 一战也赌赌 赌对了 赌对了啊 占了中国的青岛 可是他就没想过另外一个问题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你把中国的青岛占了 你有没有想过 你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想到 然后的话 你这样做啊 对于中国产生的影响 你把中国人唤醒了 你把中国人激怒了 对于你日本来说有好处吗 咱们走到了 今天咱们可以看 你把中国人激怒了 有好处吗 对不对 达尔战 对不对 清华战争 清华战争到最后自己挨原子战 你又拿中国当敌人 然后就继续怎么干下去 你以为你赌队一回 赌队两回 你可以赌起来 没完没了吗 只要你赌错了 到最后输得最惨的就是你 这就是日本啊 这也就是我不认为 日本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他的国家的发展 发展的好的时候 到最后看起来还是像赌一样 你像这些 像石原山的大郎 他们这些人 同样也是如此啊 就认为我要走一条路 走一条路走到黑 我就赢了 你不参考自己本身国家的实力 你不参考这个国家应该往哪去发展 只想着我这个国家要怎么样怎么样 要好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东西啊 是不大可能的 大家也都了解啊 不管是日本的那些文艺作品 日本的动漫都透露出那么一股真实啊 这原因也是如此啊 这日本人就是这样嘛 其实像石原神太郎这样的政治人物嘛 大家都能看到这身上非常不理性的一面呢 就是非常感性的一面 自己本身也出了那么多本书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爱写书的人 爱写故事的人 然后呢 多多少少都一点非理性 比较感性的一种状态吧 然后的话 你看一看日本这个国家是不是如此呢 包含像这些右翼 他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理性啊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性啊 然后的话 对于自己的国家 他发展 对于自己的国家的现状啊 认识不清 就觉得我应该去改变这个现状 我要把日本发展成什么样 其实非常非常的不现实啊 真的是非常不现实 到到现在为止 日本这个国家同样也是如此啊 包含大家都比较了解的 安倍晋三 不同样也是如此吗 为什么我说日本这个国家 走到今天还是不现实的一种状态呢 原因非常简单啊 日本这个国家 以后的未来的发展要靠谁 你靠谁 对不对 靠你日本自己吗 你自己的发展是从何而来呀 对不对 日本的长时间的历史的营养 然后的话 不管是文化还是经济 还是社会制度的 大部分的这些营养都来源于中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东西不用我过多去强调了 那走到了近代 大家也都知道 要么要么就是学习美国 要么就是学习英国 也就是这种状态呀 然后基本上这些营养都来 来源于外来源于外部 那自己你产生了什么样的东西呢 日本这个国家 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东西 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只要一提出来 大家真的是好好想想了 日本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世界 基本上都是一种吸收的一种状态 如果你想当老大的话 你必须要付出的 对不对 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讲的黑社会的视角 看世界一样 你想当老大的话 你必须要给这些小弟啊 养家糊口啊 那不然的话 那些小弟凭什么要跟着你呢 所以说作为日本这样的国家 你想要当世界上的全国 想要当世界上的老大 就像日本的右翼啊 这些人想那样 那你这个国家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呢 对不对 你带来不了什么 走到今天为止 以前靠中国啊 后来靠美国 走到了今天 那你现在你以后要靠谁 这个问题真的是需要日本人好好想想了 你以后靠谁啊 对不对 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 日本的内战的问题 日本的内战非常非常的高啊 虽然说这个内战的高 他也有一点啊 可以让大家理解的一些原因 但是的话 你这个内战高 你就得还钱 还钱 你还不了的话 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出问题 你国家的经济出问题 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自己国家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那你如何解决 你靠自己吗 你靠自己继续啊 搞内战 对不对 继续啊 自己印钱玩 这样都这样的话 对你国家有任何好处吗 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够完全靠自己印钱 解决问题的呢 日本解决不了 美国同样也解决不了 这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问题 那你要靠外边的话 你现在以后 以后要靠谁 对不对 靠美国人吗 美国人现在的状态 他能照顾好自己吗 对不对 美国先把自己照顾好了 你日本再来指望美国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根源 那你靠欧盟 对不对 欧盟 欧盟能靠吗 这个问题就不用我直接的回答了 对不对 常年以来 日本跟德国的关系啊 都是一种互相竞争的一个关系 欧盟会帮你日本 那才叫 才叫神奇的一件事呢 那不然他能靠谁 只能靠中国 这是一种比较现实的一种状态 这也是日本这个国家 自己本身的现状历史 带来的一个结果 你给不出别人 你付出不了 你给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贡献 你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如此 文化上是如此 经济上同样也是如此啊 大家也都知道日本的经济 其实十分十分封闭的 你这种封闭 你只希望自己好 然后你这个好 引导不给别人 不能给别人带来任何的东西 然后的话 你这个经济也就没有了任何的活力啊 这是日本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的话 所以说那你日本以后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你只能是依赖于啊 未来有希望的那个中国呀 现在日本跟中国的经济的关系 为什么贴那么近 日本人真的心甘情愿吗 当然也不是 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所以说呢 这就是日本啊 像食人圣太郎 这些人带来的一些缺点啊 就像刚才跟大家说的 非常非常的感性 看不清楚现实 对于自己自身定位出了问题 只希望日本当老大 跟美国磕 跟中国磕 这么死磕下去 磕死的将是你日本啊 这就是日本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的话 那你啊 有些人能够想明白啊 我能够依赖着中国啊 能够让日本变得更好 有些人想明白 可是另外一边人就想着 我谁都不服气 我要以日本为主 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互相的牵制啊 那日本这个国家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呢 他只能是被逼的一种状态 虽然说以前跟大家开过玩笑 日本这个国家的性格有点小M心态 什么叫小M心态呢 就是说你必须要惩罚他 你不惩罚他的话 然后他自己浑身的别扭 然后的话 而且叫着板子让你去惩罚 然后的话 我对你不服气 不服气 不服气 然后的话 你惩罚完了之后呢 哎 你是我的主人 就会变成这样 但是呢 大家也都知道 日本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他虽然说 现在会说啊 你是我的主人 但是他之后还会来继续的 给你找事啊 为什么呢 还想继续让你去惩罚他 让你证明你的强大 让你强大之后 他就乖一段时间 乖一段时间 忘了你的强大的时候 他再继续给你折腾 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性格呀 所以说呢 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以后这个日本呢 他永远他嘴上也不会服气的 他有着啊 比较感性的这些右翼 虽然说他也有一些 比较务实的一些人存在 但是这些感性的这些基因 是存在于日本人的基因里边的 他宁愿给你死磕呀 宁愿挨揍啊 然后的话 也得要去这样去做 你让他理性一点 你看一看未来 未来 未来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做 对于你来说是好的 但是他就是不 他就得说以我为主 然后的话 让你收拾完 他之后 他来扶你 日本这个国家 他未来 他跑不出这个圈啊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新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